是不是很緊張 壓力是有 但不至於到緊張 因為我覺得 如果是很熟練的話 足字面稿 這個是比較罕見的 剛剛還超時了 希望這個你可以升任愉快了 第一棒質詢話就說得很酸 勞動部長洪生漢上任 首次備詢 在野黨立委先下馬威 所以部長你也不敢直接回答 這幾大項目 現在大家揪出來的 認為有濫用之語的 你也不敢直接明確表態說 以後你就不會這樣子編列 這一些項目 一律不准從救安基金支出 我覺得你不敢做這樣的成果 你在迴避問題 我沒有迴避問題 那你就直接告訴大家 針對前部長徐明春 濫用救安基金開演唱會 裝修辦公室 洪生漢承諾改善計畫 一個月內就會提出 但面對勞動部霸凌案延燒 就被質疑這血 似乎指的不夠快 這個非常的時期 當時我就公布了一個 我自己專屬的 可是你也只有給北分署啊 那你知道後面 還有很多委員要來跟你講 其他部門的霸凌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相關的案件 很多委員到這邊 結果沒有人打到你手機 全部打到我們委員辦公室啊 罷工權 我認為現在社會上面 就是說看法不一 的確實是針對罷工權的部分 什麼叫爭議 爭議就是大家 看法有蠻多的不同 是否你上任部長也很有爭議嗎 不過黃國昌要求的作業還沒交 如今紅車丸重組調查小組也透露 在公布電話信箱後 確實有收到更多霸凌投訴 只是這調查報告究竟什麼時候公布 目前其實衝擊調查正在進行中 那現在也陸續續在增加 對於各階層的員工的訪談 那我們目前是預計 這個中期調查的報告 會是在下週來公布出來 從資訊台走到背巡 紅車和收起往常笑容 畢竟眼前難關 得先坐好救火隊角色 TVB的新聞 鍾影輪葉宇娜台比賽法報道